乌尔战火则是烧毁了俄罗斯本土 乌克兰三架无人机夜袭莫斯科大楼瞬间爆炸 泽伦斯基表示战争正逐渐回到俄罗斯的土地上 普京则再度搬出核弹来当筹码 一团火球从天而降 击中一栋大楼瞬间发出巨大爆炸声 烧得一片火红 目击民众放声尖叫 吓都吓哭了 巨响后只看见现场冒出了浓浓黑烟 俄罗斯指控乌克兰又派出了无人机袭击莫斯科 第一时间全数干扰击落 但是这一次受损的 可以说是莫斯科信义区的精华地段 遇袭后第一时间只看到伤办内的桌椅全都被炸得东倒西歪 等天亮一看才知道 玻璃帷幕大楼一脚炸出一个大黑洞 这似乎也象征乌克兰的报复要击穿俄罗斯的防护网 24小时之内 俄罗斯从首都的精华区到靠近乌克兰的罗斯托夫 都有无人机袭击事件传出 点点新火是否能烧成反攻的燎原大火 乌克兰不承认不否认 但是说 泽伦斯基这句话什么意思 专家这样解读 欧韩在乌克兰土地上的二战区 可能都会发生更多零星攻击 而在此时 乌克兰与沙烏地阿拉伯 广邀欧美30国 在沙国海港城市吉达举办调停俄乌战争的协商会议 这可以算是大致取得西方共事的调停会 俄罗斯没有受邀 不止没祸邀 普京态度还很强硬 普京的心腹梅德韦杰夫还放话说 要是俄罗斯失去领土就不排除动用核武 同时间俄军大受肌肉 俄罗斯高调庆祝的是海军节 普京还亲自立临阅兵一事 他强调今年俄罗斯舰队就会多出一批胜利军 但是乌克兰也不甘示弱 派出小船艇陆海 乌军远端遥控 小艇一路往大海中心开 这是乌军最新军武 海上的无人船 能够装载300公斤的炸药 并从800公里外发动攻击 锁定的当然就是俄罗斯的黑海舰队 这样的无人快艇能攻能守 也可以作为侦察之用 重点是看准俄军大炮难打小船 这些乌克兰本土制造的船艇 小又快能突袭 之前已经成功袭击过克斥大桥 乌克兰在陆海空三路作战 都广泛运用无人机 毕竟大反攻长路漫漫 还是要把人员死伤降到最低 TTVS新闻总和报道 好 其实早在乌克兰 无人机夜袭莫斯科的前一天 俄罗斯就率先朝乌克兰的 炸波罗热汉苏煤 发动了19次的空袭 5枚导弹造成一死5伤 因此成为乌克兰夜袭的导火线 丛林中博雾飘散 却丝毫不影响乌军进攻 在枪林弹雨下快速往前 目标夺下俄国风暴Z部队 在卢干斯克的一个据点 这波行动乌克兰表示进展顺利 还俘虏多名俄国士兵 与此同时又有炸波罗热的乌军 脚踩Z字战车摊开国旗 宣布再躲一村 乌军反攻多方向进行 战功标秉的第三突击旅 这里就是在释出巴赫姆特一带的作战画面 这次已顺利攻占敌军战壕的位置 只是攻占过程还是现象完生 一枚炮弹突然落在附近 导致乌冰头部流血紧急包扎 幸好没有大碍 但其他地区就没这么幸运 周六晚间俄军又发射飞弹 攻击乌克兰东北部的苏梅地区 一栋四层楼建筑 因此半边垮塌不断冒烟 消防员摸黑罐就证实受害的是一间职业学校 通天俄军也轰炸达波罗热 民宅区酿成平民死伤 面对俄军几乎天天狂风 乌烂总统泽伦斯基无惧威胁 照常到前线视察 周末还挺进巴赫姆特附近的 特种部队基地亲自颁奖致敬 婴永士兵 时隔一天 责洛斯基又现身西部尘世 慰问医院伤兵 责洛斯基在医院中大展清明 看伤兵搭肩合照 他随后公布自拍影片 说战火已经慢慢烧毁俄罗斯 不过战争也有消向北约的可能 布兰总理表示 在白俄的瓦格纳佣兵有100多人 已经悄悄移往波兰边境 疑似又想使出混合战招数 伺机攻击波兰 瓦格纳调兵的地点就在白俄边境的格罗德诺 该区左侧就是连接白俄波兰和立陶宛的 苏瓦乌基走廊 再往左则是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 分析瓦格纳兵力调动 是比影响北约在东侧的防御部署 而武之间因为战争结下血海深酬 基辅的地标祖国之母纪念碑确定要改名为乌克兰母亲 不只改名乌克兰当局还将雕像盾牌上的苏联国徽全部拆光 禁止任何与俄国有关的标志出现在乌克兰 高度达62公尺的雕像盾牌将改为乌克兰国徽三叉戟标志 事实上泽伦斯基近期也刚签署新法 未来乌克兰官方的东正教耶诞假期将不再是1月7号 而是12月25号 捷径上宁可同步西方也不想跟俄罗斯站上边 变新闻 送货报答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